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Java编程轻松入门系列讲座 这节课我们来讲解 算术运算符中的取模运算及字符串连接运算 那么取模运算和字符串连接运算是哪两个符号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算术运算符中所有的符号 那么我们这节课主要讲解这个百分号实际上就是取模运算符 还有这个加号 那么加号呢在我们的算术运算符中 它既代表了正数又代表了加减乘除运算 还代表的就是我们字符串的拼接 那么什么是取模运算呢 取模实际上又叫做取余运算 对于一个整数来说 进行除法运算的时候 我们之前讲过只看伤不看余数 但是如果我们只想得到这个余数的话 那么就是取模运算了 取模运算它正规的定义就是 取模运算符左侧的一个数除以右侧的一个数 但是我们不要它的伤 我们只是将余数获得 而这个余数就是模 那么在进行取模运算的时候 有一个注意事项 实际上啊取模只有对于整数才是有意义的 好我们定义完了它的概念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么几个思考题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有两个整数 一个呢是十一个是三 那么对于十和三它取模之后就应该是等于一的 那么是否只有对于整数它才可以取模呢 那么我们比如说如果是两个浪型 两个double型或者两个char类型 甚至我们一个char类型 一个bet类型又会如何呢 好接下来我们进行代码的演示 首先我们先来创建 Java文件 那么这节课呢主要讲解的这个案例呢 是我们的取模运算 模呢它的英文叫做mode 好运算符叫做operator 加上demo 好将这个名字我们进行拷贝 保存 修改文件名称 再次点击保存 接下来我们在上方增加注释 接下来呢我们定义三个int类型的变量 一个是i1 我们让它等于十 好再定一个i2 再定一个int类型的i3 我们不给它付出实值 接下来我们让i3 让它等于i1 磨上一个i2 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i3进行输出 我们进行编译和执行 找到文件所在的路径 输入cmd java c mode 按type键补权 编译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按java mode 按type键补权 那么现在执行的结果呢就是1 这就是我们所要获取到的模 好接下来呢我们增加上一个分隔线之后呢 再定义三个浪型 那么也分别是10 3 还有一个是未付出实值的 我们接下来让m1 磨上m2 我们看一看如果它不是整形 那么浪型是否也可以获取到相同的一个数值 好我们继续 先编译 编译没有问题 接下来执行 好执行结果 也是分别获得到1 说明对于浪型来说 它也可以取到模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三个double数据类型 也分别是10 3 还有一个是没有付出实值 我们来看一看 double数据类型 它在取模之后 是否也可以获取到相应的一个数值 好接下来进行编译 执行 执行结果是1.0 因为它是double类型 所以说小数点之后 至少要有一位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如果此时 我这个不是3 而是一个3.1 是否取模就会报错呢 编译 执行 执行结果是一个小数点形 实际上我们取模 这个模如果它不是一个整数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 实际上它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但是这样它并不会报错 也就是说 我们对于浮点型数据 你取模是可以的 只不过这样来获取它的模 意义就不大了 好 接下来呢我们再定义三个x类型的变量 分别是x1 x2和x3 x1等于小写字母的a x2等于大写字母的a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这两个x类型取模之后 是否等于这个x 执行编译 此时编译就错误了 说从int转换到x 可能会有损失 实际上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 就已经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 说明我们的x 进行取模之后 就跟我们其他的四则运算一样 它返回的是一个int型 那么我们接下来把x3改为int 此时我们再重新进行编译 好 编译已经通过 我们接下来进行执行 执行没有问题 得到的是32 此时我们要跟大家讲解到的就是 我们这个小写字母的a和大写字母的a 实际上它在取模的时候 它会转换成int类型 那么小写字母的a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ASCMA中的97 而大写字母的a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65 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我们ASCMA表 那么我们现在打开了ASCMA字符记 那么我们能够看到 对于我们的这个大写字母来说 它实际质呢是65 而对于小写字母a来说呢 它就是97 而让97对于65来取余数的话 它的余数就是刚才我们得到的32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再来一个例子 两种不同的数据类型 它们互相取摩又会如何呢 我们现在设置了一个X类型 一个BIT类型 那么我们都知道了 刚才对于这种INT类型以下的这种数据 我们在进行执行四则运算 以及取摩运算的时候呢 它返回都是INT型 所以呢我们在这儿 我们X和BIT 我们返回类型 我们直接去给它定义成一个INT类型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 NUM1 模上NUM2 它会得到多少 重新执行编译 好编译没有问题 接下来执行 此时执行结果为2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对于小写字母A 它实际上它代表的ASCMA中的97 97除以5 它的余数正好等于2 那么我们试一试 如果我们要是把它改为X呢 因为我们知道BIT类型 它是占一个字节 而X类型占两个字节 我们至少都是按照大的 这个取值范围的这个数据变量 向上进行转型 那么如果我们要是用X会怎么样 好编译 在编译的时候就已经报错了 说从INT转换到X可能会有损失 所以这也就验证了 我们这个NUM3 它只能是一个INT类型 所以我们现在得出来的结论 也就是说 对于INT类型以下的这些数据变量 在执行取模运算的时候 它们的返回值 肯定是一个INT数据类型 而对于INT及INT以上这些数据类型 它在进行取模的时候 返回的就是它们相应的 自己的这个数据类型 说完了取模运算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在四则运算中比较特殊的 有一个叫做字符串连接运算符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 它就是一个加号 但是这个加号用于字符串连接的时候 它就不再是数学中的普通加法运算 而是字符串连接运算 实际上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 都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说任何数据类型 与字符串进行连接运算的时候 都会被转成字符串类型 所以计算的返回结果 肯定是一个字符串类型 在这里头需要注意的是 字符串连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它的先后顺序 也就是我们在接下来中 要给大家讲解的 运算符的优先级问题 说明了字符串运算符的 基本用法之后 我们来看几个思考题 好 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下 如果对于一个差类型 它加上一再加上一千封这么一个字符串 它的返回结果又是怎么样子的 那么再来看 如果是一个差类型 加上处这个不尔形的变量 再加上一个整形一 再加上一千封这个字符串 又会怎么样呢 好 我们接下来用代码来进行实践 我们现在来新建渣瓦文件 那这个例子呢 我们主要是练习字符串的操作符 所以我们起个名字叫做 Stream Operator 加上Demo 复制当前类的名称 点击保存 修改文件名称 再次点击保存 好 我们在上方增加注释 接下来把我们要思考的这些问题 我们复制过来 因为它没有什么代码的含金量 所以我们直接进行复制 首先我们来思考第一个问题 将差类型 加一 再加上一个字符串 好 我们现在来判断一下 那么我们正常的情况下 一个表达是它的运算 都是从左至右进行运算 所以我们应该是 先是让差 先加上1 那么我们知道 差如果执行的是一个四则运算的时候 它会转换成ASCMA中的实境制 小A字母代表的是97 那就应该是97加1等于98 而后面呢 这个字符串 我们直接就是拼接在一起也就行了 所以它的结果应该是 98后面有一个称号 接下来是1000缝 这么一个字符串 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第二个 那么第二个 我们之前在讲解 Java中的四则运算的时候 没有说过不耳型的一个变量 因为它不参与我们的四则运算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差类型 和一个不耳型变量 如果要是添加在一起 那么这块它应该是报错的 所以这句话在编译的时候就不通过 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第三个 那么第三个大家请注意 我们在最前方呢 我们增加上了一个字符串 虽然说它是一个空字符串 于是接下来的这些东西 都已经变成了一个字符串了 所以我们这块应该得到的一个返回值 那就应该是小写字母A 数字1 星号以及1000封 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好 我们接下来呢 再把它略微复杂一点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如果我在这里头要是添加一个处 又会怎么样呢 如果要是让差类型跟处 这个布尔形相加 它直接就会报错 可是如果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表达式中 我们在最前方增加了一个字符串 那么别忘了 我们这里头呢 A它就转换成了一个字符串A 那么我们这个处也转换成了一个字符串处 所以它得到的结果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A后面直接连的就是处 然后加上1 再加上一个星号 再加上1000封 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底下的 那么对于这块呢 它本身就是一个双引号里头的 那么这块呢 我们就直接原样进行输出 所以它得到的结果 就应该是8加8等于原样输出 包括后面的这个空格都是原样输出 那么接下来又是加8 又是加8 别忘了我们是字符串放在最前方 所以后面我们的这个加8加8 实际上也是两个字符串 所以它就等于88 两个8是连着的 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底下 那么底下也是 先对前面的这个8加8等于空格 我们进行原样的输出 那么原样输出之后 后面呢 我们对于这个8加8 这个表达式有一个小括号 那么我们在随后会讲解到 优先级问题 那小括号一定是优先的 所以我们先会对8加8这两个数字 先计算出来 它是等于16的 那么再跟前面的字符串进行拼接 所以它这块就应该等于16 请注意 我们这个等号后面也是有一个空格的 因为在这个表达式中 等号后面是有一个空格 所以我们在这儿 依然也要有一个空格 好 接下来再看底下一个 因为最开始起始的呢 是两个整形在进行加法运算 所以呢 优先级从左到右的时候呢 会对这两个8先加出来 所以先获取到等于16 那么接下来原样输出这一部分 对于字符串连接运算符 它不仅可以连接任何一个数据类型 包括我们的布尔形 甚至还可以连接我们的对象数据类型 那么虽然说我们还没有学到 对象是如何创建 但是我们在这儿呢 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new 当前这个对象的类名后面加上圆括号 这就是获取出来一个对象 好 那么我们再跟前面的这个字符上 进行拼接之后 那么后面这部分就可以输出出来了 好 我们接下来去验证一下 好 接下来执行编译 我们输入JavaC 我们的名称叫做Stream 我们接下来可以按Type键进行自动补权 编译现在报了一个错 那么实际上这也就验证了 刚才我们在第九行这块报错 所以为了让它能够进行编译 我们把这句话呢给注释掉 我们重新来进行编译 按上键 此时编译成功 接下来我们再执行Java命令 我们左右对照着来看 是否和我们右侧所推算的内容 是完全吻合的 得到是98星1000封 第二个呢是报错的 接下来第三个呢 就是A1星号1000封 没有问题 接下来是A处1乘以1000封 接下来是8加8等于88 8加8等于16 接下来16等于8加8 那么最后一个呢 那么我们再随后会给大家讲到 实际上你有一个对象 它显示出来的就应该是一个 这个对象的类型名称 圈A后面加上一个地址 我们再随后会给大家讲解到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了 取模运算符 也就是这个百分号 以及字符串连接运算符 也就是加号 那么这节课我们先讲到这儿 同学们先休息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